在这个病毒期间 他是上市的路径说 抢在蚂蚁前面 而且玩了个狠招 不像蚂蚁啊 我上市啊 我上市啊 跟香港谈啊 美国谈 所以马云的政治段落 跟马明哲比 就马云跟他不是一个级别的 这小子不吱声 巴就上市了 总共两周半的时间 上市了 你看看他上市那几家公司 都是干啥的 上市以后 平安集团拥有42.3股份 另外一个是43.4 你查一下平安 是一个BY公司 叫2KIN的拥有 这个海外公司干嘛的呢 海外的公司是所谓的 未来给员工奖励的 3亿多股 就5亿多股 是海外这家公司拥有 5亿股里头 3亿股 是给员工奖励的 我说到这儿 你们看一看 入金所上市的350亿美元 350亿的43.4% 给了所谓的员工基地 你再看当年深圳银行 社会平安银行 还有平安保险 所有上市都是一个路子 大部分钱留在海外股份 说这是给员工基地的 平安已经几十年了 你现在给过员工基地多少 这家公司是谁 所以马明哲的套路 在我面前玩 就像透明人一样 就像没穿衣服 是一模一样 记住啊 路金所七哥是有投资的 我今天在官方直播说 我们有投资 我才敢这么说 我有整个路金所 所有第一天发展到今天 所有的每次 所谓的私募 都有文件 我全有 整个股权变化 甚至我全有 路金所上市 给多少钱你知道吗 马云上市是几千亿美元 蚂蚁金服 路金所只搞三百多亿美元 路金所值多少钱 路金所绝对上市 搞两千亿 一点问题没有 他为啥只是三百多亿 而且为什么将近 四亿股五亿股在那搁着 进那个马明哲的 平安金额 在大墙上挂着 平安相信 相信中的信任 就是我相信一个保密 这边相信爱国 游戏规则 能让我们更安全 所以中国平安 这我一讲的路金所 这时候大家记住 他把权动到外局 权动到世界上 最大的政治头 国内的政治大家 就是未来的政治家 和现在的政治家 我平安给你的海外 把钱弄好了 本来值两千亿上市的 我给你弄了三百多亿 而且连接了外国 几个赵泽地的势力 这顿餐是多精致啊 喝的都是 Romanty County 限量版 吃的都是世界上 最天然的东西 而且来参加这场晚宴的 都和你平起平坐的 是现在和未来 不是过去 跟钱没关系 我给你帮助了 我给你帮助了 我给你帮助了